大家好 我是毛的气的老顽童周通达 今天呢 我们就来聊聊这本书 这本书被我丢在纸箱子里 那个纸箱子是装书的 丢的那个纸箱子了二十几年了 我早就把它忘了 为什么我就忽然把它拿出来了 要讲一讲呢 就是我看那个脱口秀大会里面 有一个说脱口秀的 他提到了这本书 我就想起来 我就把它找出来 特别我打开翻了翻 我这还看见了 这是差不多二十好几年前 三十来年前 我看这个书的时候 这里面有一个错字 我还得把它挑出来改了改 这个字呢 只是它那个字形有点像嘛 这个不得虚于离也 这句话说 不可以稍稍的离开 一会儿都不要离 就是时刻都要带着的意思 可是这个鱼呢 印成了手 不可虚手离也 也就是说有胡子的老头都不可以离开 对吧 随时带着它 所以说你看 这一字直插 插了多么大 插了多么大 那么这本书里边的错字 还不止这一个 那天我打开了 因为很久没看了 打开了我翻了一下 里边确实还有一些其他的错字 那我们今天我不是要讲字的对错了 现在我看这个网上有些朋友 专门有的人专门讲中国的文字 找一些生辟字 很少有人用到 可能我们一辈子都用不到的字 找出来写一些讲一讲 其实也不是没有用了 至少让大家认识几个字嘛 看到你的视频 能够从中学会几个字 也是没白看嘛 当然我看还有的朋友 在网上讲故事 自己编的 可是呢 他在讲的时候 却把它说成 就跟是真的一样 是自己亲身经历的 这样呢 我对这种做法呢 就有一点看法 我觉得这样不好 你说故事 你就说你在编故事 有的时候 你把有些东西 你不是真的 你给写成真的 这也是 不怎么好的一个做法吧 我是这样认为的啊 那么我认为的不一定对 但是我要说的话 我自己内心里一定觉得是对的 不然我不会说 是不是这样 嗯 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在网上呢 他讲故事 哎 有的比如说 从聊斋里头找故事啊 啊 从其他的一些过去的书里头找啊 找故事来讲 也挺有意思的 但是我觉得你 尤其那样讲故事 你不要给 不如给这个 朋友们介绍一下啊 某某某某某某本书 我觉得挺好 那里头很多的故事可以去看啊 嗯 当然了 每个人的做法都有他 独到的考虑嘛 有自己独特的一个考虑啊 呃 呃 我呢 就是我 我觉得我拍视频呢 我的定位就是 跟大家说说笑笑 啊 也拍一些我生活里边的东西 我看到什么东西觉得新鲜 我就给拍一拍 给朋友们看一看 呃 自己在生活中有什么感悟 看到什么 有什么想法 我也说一说 啊 另外呢 我高兴了想唱一唱的时候就唱 啊 唱几句 啊 这是我做视频的 呃 我的定位 啊 就是这样 所以说 在这个 加宏威的时候 以前我申请那个 啊 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拍这个视频 我只是写头条啊 写文章啊 之类的嘛 啊 我就 呃 申请这个 感情啊 这个 然后呢 没有通过 就是说我的东西 跟那个 我我我所申请的 好像是 啊 对应不起来吧 啊 所以说就通不过了 现在我也不敢申请了 因为申请也没有用 我没那么多的阅读量啊 每一篇啊 啊 要达到五千字的话 我没有办法做啊 没有办法做 我也不能说一篇 可能十篇都达不到 所以呢 我也就算了 就不去申请了啊 啊 啊 随它便吧 就是自己高兴嘛 想要在头条上来玩一玩 不认识一些朋友 我觉得就是 多认识一些朋友嘛 啊 所以说今天我就把这本书拿出来 就讲一下 啊 我为什么忽然想起它呢 啊 我装在那个纸箱子里 那个纸箱 啊 这个里边 我听到了以后 我就把它搞出来了 就听到这个脱口秀大会里边 有一个啊 不过这个这个演员呢 我挺喜欢啊 我还特别看了看他其他的那些脱口秀的表演 啊 我很喜欢 我觉得他挺不错 啊 这个胖小子还是挺不错的 啊 哎呦 对了 我之所以我说他是胖小子 因为他跟那个 另外一个脱口秀演员叫 他说是胖丫头 既然你33岁他25岁 你说他是胖丫头 那我一个人的年龄等于你两个 所以说我跟你叫一个胖小子 也不会过 啊 当然你可能是不喜欢了 你是成年人长那么大 那么高那么大 比我高出好多了 就体重可能等于我一个半 啊 我在这里这样说 你肯定不满意啊 那我也不管你 满意不满意 我不管你了 对不对 呃 我觉得你可以那样跟你叫胖丫头 我也可以跟你叫胖小子 啊 其实呢 我觉得应该我应该说是 哎这个胖小伙挺不错 我挺喜欢的 哎 很喜新的啊 他讲的这个脱口秀也相当的棒 相当的好 我很喜欢 而且他的脱口秀就是这个第三季 他讲的脱口秀 我看了五六遍了 啊 当然比那个李雪芹的稍微少一点 啊 李雪芹的我看的差不多快有十遍了吧 啊 没有事 有的时候我我现在我那个眼睛啊不行 看时间长了眼睛累 那么又没有什么干的怎么办 我就打开听 听一些新闻之类的 里头哈哈好多消息 听了就影响心情啊 听有的东西听了不高兴 算了 干脆就不听眼不见心不烦 我就听点高兴的 呃 听听脱口秀 哈哈 对是蛮好的 啊 甚至以前的那些什么 呃 吐槽大会 我也把它找出来也听听 哎 一是消磨时间 二是让自己心情好一点 啊 当然了我今天啊 哈哈 我刚想起来 我今天我讲这样的话 可能有人会骂我 说你是蹭热度吧 人家啊 啊 王建国啊 打红人 人家是这个 呃 现在娱乐界啊 啊 也是挺红的 你是想要蹭蹭热度吧 啊 哈哈 这 就算是蹭热度又怎么样啊 蹭热度对你来说也不是坏事嘛 啊 至少证明你你还热嘛 对不对 人家才会来蹭嘛 如果你冰凉的谁也想不想蹭 当然如果在这里的话 如果你冰凉的还蹭的人还会很多 我家里 嗯 孩子嘛 我老婆他们平时就是买买冰 然后 然后 装在水里 随时就喝那个冰水 哈 有冰的话他们就喜欢了啊 这里气候 嗯 不一样 是吧 嗯 说这个呢 当然了也是一个笑话了 不过我觉得这个王建国东北人那个盘景那个地方我去过啊 盘景我到去过呢啊 这个 跟我们算是半个老乡 离的不远 我堂上闹停 对吧 离的不多远 如果开车的话 用不了多久啊 就到了 嗯 我就跟你开个玩笑 你不会不至于跟我生气啊 我还是喜欢你才跟你开玩笑 不然的话我也不跟你开这个玩笑了 啊 东北人我很喜欢 我过去也经常去东北嘛 嗯 过去年轻时候我经常在东北闯大 你说有的人说东北人野蛮打架等等的 嗯 有的时候我的东北好我想找打架都找不到 没人跟我打架 他常常找不到打架的啊 当然也打过几次 我打得打去打成朋友了 啊 今天呢 就我想 想起这本书呢 就拿出来 因为那天呢 我就把它 前两天了吧 已经 我就拿出来了一下 嗯 今天我就忽然想起来 就讲讲这个书 啊 这个这个这个厚黑 所谓的 脸皮厚 心黑 嗯 我想呢 这个 李宗武老先生 嗯 用他的说法就是 如果大家全都脸皮厚了 全都心黑了 就谁也磕不动水 就好像说 这个人命硬 他磕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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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磕 磕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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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相嗑,谁也嗑不了谁 那就 没有事了 其实这也只是那样 说说而已,世界上不可能的 有嗑 那不可能完全一样的 这个世界上人能一样吗 有高,有矮,有胖,有瘦 有能力强,有能力弱 有文化水平高,有文盲 它怎么可能一样呢 只要有嗑就有被嗑的 就不可能两人一嗑 完全一样,谁也嗑不动谁 那也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 如果按照李宗吴老先生的说法 厚黑 如果你一看你要施展 这个不能跟我用 我都会,我都知道 就能够把这个事平息掉了 我觉得也是个很好的事情 但是我还是那样说 有的人把这个厚黑 这两个字给理解错了 李宗吴老先生写的一本书 他的目的不是教你怎么去厚 怎么去黑 怎么样翻脸比翻书快 当然我觉得有的时候 该翻脸的时候就得翻脸 人要,不要说我两匹宝 不好意思 你不要不好意思 你不好意思翻脸 他就不好意思 改他那些毛病 所以呢 我觉得啊 我认为 我们平时 当然我们 大家 和和气气 和和木 高高兴兴 快快乐乐 在一起 多么好啊 但是不是那样 这里他就有人 不是那样的 那么我们对他们 有的时候我觉得 小小的一点点 也就不至于是 把他搞大了 闹起来 吵起来 也没有那个必要 但是如果一次 我让你 两次让你 你得了亿了 你老想来的一套 该翻脸就翻脸 我觉得 该翻脸的时候 不翻脸 也是个非常错的事情 你不要以为 我是个好人 我是个老好人 所以说 我这个人 我善良 你善良 有的时候 你善良了 也不就 就不是好人了 你太善良 就不是好人了 东郭先生 他太善良了 不是好人了 那个农民和 毒蛇的 那个故事里边 那个农民 他就不是好人了 当然 佛家还有一句话叫 除恶就是行善 所以人呢 我们处在这个社会上 看到不对的 不好的 他不是偶尔的 不小心做错的 比如说 走路上 他踩着你脚了 他不小心 对不起啊 对不起 我真的 我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 这个一笑就过去了 什么大不了的事吗 如果他故意的来踩你一脚 这个我就不答应你 你踩我一脚 我狠狠的踢你一脚 我要给你踢回去 我下火让你知道 你不要踩别人 只能是这样 做一个人 一个正直的人 不光要正 还要直 如果你老好人 不管你是被人 不管你是被人欺负 你也助长了 那个坏人的气焰 做人呢 就要有这股 要有一股刚气 我对待别人 我善良 我和和气气 我好好跟你相处 如果你对我 你想要玩花招 你想玩我 那我当时 我马上给你翻脸 我还在人多的时候 大庭广众下 我给你翻脸 我让你抬不起头来 我让你以后再 让你知道 你少过来这一套 说起来是个笑话 刚才我已经写在 我的那个 胃头条里了 那我就把 今天发生这个事情 我再讲一下 这不是今天了 这已经是昨天的事了 因为我们 这一代 最近这个登革热 特别厉害 这个泰国话叫 开乐偶 就是说发烧 出血 用它这个 用它这个字来 直接来翻译的话 那么真真的是 怎么翻译 我也不知道 其实它就是登革热 就是那个蚊子 盯着人 人就会病 最早我的女儿就 就病了 到医院的学医 查出来了 然后就到村子里来 政府 还有医院的人 到村子里来 当然他们就是来 两三个人 开着车 带着药 带着机器 到村子里 然后 让村子里的人来 配合他们 去打药 那么接下来 那么接下来呢 就接二连三的 这个村子里的人 接二连三的 得这个 登革热 到医院去 一查了 就赶紧来打 有一段时间 差不多每天都来打一次 我们这里呢 我们这里呢 昨天我们家这里就打了 今天他没有打 但是今天没有 没有进我家 没有打里边 在外面又 又打了一次 那么昨天发生这个事情呢 也是很好笑的 就是 我这个门外边 外边那边 有几棵树 实际上那个地方 我觉得 留不留也 没有多大意思了 但是呢 现在就是这样 自己的地方 以前呢 我的老岳父 他们是老户 很多亲戚朋友 来这边 没有住的地方 他就把自己地 你在这里盖吧 你在这里住 我一住下来 完了 也是泰国的法律 就是这样 他已经盖了房子了 那个地方就是他的了 他也不还给你 你想要的 要不回来了 这个事情 所以他让人家 暂时住一下 人家就拿走了 就是年初的时候 我那边有一块地 我又付他们的 那里有两棵树 一个是这个 芒果 长得挺大了 树大了 然后芒果也不怎么结了 结的不多了 还有一个是 波罗蜜 那两棵树 就因为他们那边 也是本家的 女孩子要生孩子了 按照这边的一些习俗嘛 女孩子生孩子 不能在家里 所以是就临时 在外面盖一个小盆子 就去讨了 跟我岳父他们讨了 就在那里盖了一个小棚子 小棚子是草棚子嘛 后来就拆掉了 可是呢 他那里 用那个水泥砖盖了一个厕所 这就是一个建筑 那个地方就变成他的了 要的要不会来 但是那个树上的果子 我们也经常去摘 也没人敢说什么 本来就是我岳父他们摘的 我岳母他们摘下来的那树 因为年初的时候他们需要钱 他那个草房啊 那个顶那个草都烂了 然后他们有懒惰 也不去割草 也不去编那个草片 怎么办呢 就想买那个铁片 那个铁娃来盖屋顶 他们有钱 就把那个卖给了我们 自己的地 我们自己花钱买回来 我们前面这里也是一样 这个地方本来就是 我们买这个地的时候 那个前面那里有个 有一个水龙头 就是好多家人吃水 但是那个地方就是这个人家的 但是他卖了给我们以后 这个地方有很多改变的 地啊大家都来蒸了 然后就改房子什么 雷苑墙啊就开始那个 可是有那个地方他们蒸 堆柴火也好 堆东西好 那里占那个地方 还在那边盖厕所 可是呢 至少那个地方本来 原来应该是我们的 所以说我们那个地方 就一直不丢 往那里栽了树呢 昨天他们来的时候就查 因为这个村子里通知了 家家你能够续水的东西 都要把水都要倒掉 不然的话蚊子会在里头 产卵嘛 会有那个解决 然后那个人就比较细心了 我们应该说是比较细心了 他爬过去 我那个树因为他有一个树 刹我们砍掉了 那里就烂进去 一个很深的树洞 他就拿手机往那个树洞里头照 然后照到里边有水 也就是有蟲卵 有蚊子的卵 然后呢就再来问那个树是谁的 实际上他们也知道是我的 医生他讲给医生 医生来问我 我在旁边 我就说那个是我的 那个里头有蚊子 我说那砍掉吧 我说我去找刀 不怕让年轻人砍 结果年轻人去拿刀来 把它砍掉了 砍掉了因为他要花钱 因为如果你家里有这个盆啊 桶啊之类的 外面放着有了水里头 然后里边有了蚊虫的卵 只要查到就要花你的钱 因为我们旁边那家 得这个病的人家 人家医生到他家去查 就查到他那个冰箱 后面那里有一个塑料的 一个水槽 那个冰箱出的水 用那个来接 那个里边就有蚊虫的卵 他们下去挨罚了 讲到那个事 然后他那个人他就指我 那个说我这个他要不要罚 医生就笑了笑没说话 可是旁边有一个帮 帮着医生他们做事的 就说 哎 这好了罚了钱 我们就可以去买点 喝的吃的 我就说 你要想吃喝 你们做工辛苦 你跟我说一声 吃喝我马上我就买给你们 你要想罚钱 我一分也不给你 那个东西 有个树洞 我怎么会想到 那里头会有 会有这个东西 你这个你要罚我钱 你是不合理的 我不给钱 后来那个医生也说 是啊是啊 这个这个确实是 想不到的 大家都想不到 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所以呢我们就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了 有的时候 有的人 有的人他就 那个 那个 心不太好 他看到你比他强 他就老想找你点什么事情 啊 就是看不得别人比他好 啊 其实你罚我一点钱 五百块钱也算不了什么 啊 五百块人民币一百块 多一点点 也不是做大的事情 可是你 那个理由 成立不起来 当时我就不高兴 我就 我就翻脸了 该翻脸 我就跟你翻脸 结果他也不好意思 他脸头红的 他就没话找话 跟我说了几句话 这件事就 就就就就 就算是掀过去了 所以说有的时候 我们做人 我们要公平公正 我们要讲理 我们是人 就要讲理 我说过很多次 这个人字 一撇一难 生来你长的是人样子 就是那一撇 然后你要有 懂道理 你要懂做人的道理 你要有人性 就是那一耐 如果你不懂道理 没有人性 你那个人 那一撇也站不住 没有那一耐了 你那一撇也站不住 也就是说 你这个人都不成立了 我一直是这样讲 而且呢 如果你想的我 踩我一脚 我绝不答应 就算有的时候 我们不会说 为了一点小利益 去争啊 去想 去打 去闹 不是那样 大家有的时候 互相让一点 多一点 少一点 都没有关系的 可是你实时的 你想要欺负我 你想要跟我玩阴的 我就不答应你 所以说 昨天我当时我就翻脸 我说你要是说 你们做工了 给村子里做工 你们辛苦 想吃 想喝 你跟我讲 跟我要 我马上拿钱 我买给你们 你想罚我钱 我一分都不给你 因为你没有道理 就是这样 所以呢 今天我 特别讲这一点 说 我也奇怪 我想要说点什么的时候 这个时间过得很快 这么小一会儿 就二十几分钟了 好了 这一段我们就拍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再见